接下来提供一则就业的消息 宜来县政府向劳动部争取经费 事办农业结合就业的奖励计划 要招募42名的农务员来协助有机农民 薪水加上交通补助奖助金 月薪超过3万元 即日起开放报名额满为止 为了疏解农业缺工问题 鼓励青年从事农业 宜来县政府向中央争取1500万的经费 事办农业结合就业的奖励计划 招募42位农务员 合约一年实薪175元 加上交通费奖助金等等 月薪超过了3万元 民众可到宜来县政府就业服务台 罗东就业服务中心 或是各乡镇市公所的就业服务台来登记 那么未来我们要招募42位农务员 来投入农业的工作 那这个工作呢 只要您现在没有工作 您没有农保身份 就可以先到就业服务中心 去登记 那么未来42位农务员呢 会由我们的派工单位 也就是我们农业发展基金会 这边同意派工到28个农户 所指定的农业场所去工作 那么这个计划呢 除了农业啊 小农呢 他自己会负担125块钱之外呢 那会从这个计划的补助款当中 对等补助时薪50元 也就是说农务人员呢 投入这样子的农务工作 一个小时的时薪是175元 另外呢 有介于我们的农务场所都比较偏远 所以在这里呢 会有交通补助费 如果距离家里 5公里以上未满10公里呢 每天补助50元 超过10公里 每天补助100元 最高每个月可以补助2000元 所以呢 只要我们投入工作农务人员 您一个月 从事128个小时 或从事176个小时 都可以得到月薪 三万2000元左右 另外原本在台北 担任电子业的谢芳玉 为了做一份为土地付出的工作 今天也报名加入农务员 尽管没有农业相关经验 但他希望透过农务员的工作 慢慢熟悉 也鼓励其他人只要肯做 一定可以成为优秀的农民 因为其实农夫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光怀土地的一个工作 那你不需要什么样的太大的技巧 只要你用心 对我之前做电子业 所以这跟这个完全都没关系 呃总换跑道这件事 其实来这边 依然毕竟就是一个农业的大县 那来这边我也 因为其他工作也不是这么 呃 对土地上这么的有直接的贡献 对 所以我觉得做农事 会比较有直接的 一些接触跟一些帮助 县福表示 应征农务员需要15岁以上 不具有农保身份的国民 且要符合失业期间超过了30天 非自愿离职者 或是罗东就业服务中心 推荐的名单等其中一项条件 而工作内容包括了水稻 蔬菜 茶叶跟果树等四大类 而满为止 宜兰新闻记者刘耀珍采访播等